马上来持续关心金华城案的风暴持续扩大 中秋节都过完了 简单现在要持续追查 那么今天有什么新进度或是新事证吗 马上您是记者蔡余山带我们掌握 余山请说 好了 直播各位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金华城案 在今天有什么新的进度吗 在讲新的进度之前 我们先为您回顾一下 在先前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 他是二度遭到了检方约谈 而他第二次约谈的时候 手上是拿着一个神秘的牛皮纸袋 这个神秘的牛皮纸袋里面 是不是装着这个神秘的金流名单呢 因为呢 在之前 威京集团主席沈静金 他是有坦诚说 他有行贿给应小威4740万元 但是他是不是其他的金流 是透过这个陈玉坤 来帮他打点的呢 因为呢 陈玉坤在第一次被约谈的时候 他是重金1200万交保 也就是等于说 他一定是有坦诚部分的事项 也因此呢 在第二次约谈的时候 是不是检方就有叫他 要带着这些金流名单来应讯呢 而是不是如果真的 这个牛皮纸袋里面 是神秘的金流名单 有可能这些名单上的人 给了多少钱 又给了谁 就是检方下一波的约谈对象 而现在呢 最新今天周刊也报导说 这个审庆金呢 就是整起金华城案的关键破口 原因就是因为呢 四年前金华城是公开招标给微金集团旗下的顶月开发公司 所以呢 依照这个合约 由于容积率暴增了百分之八百四十 所以呢 依照合约这个顶月开发公司应该在建完这个金华城案之后呢 要付给这个金华城要给他五亿元的价金 但是呢 当时还没建完 沈庆金就催促说顶月开发要赶紧付钱给金华城 但是这个五亿元里面 一点五亿元他是有要来犒赏相关人 三点五亿元金流沉迷 也因此现在呢 检联不只要追柯文哲家的金流 也要追说这三点五亿元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以上最新主播 以上最新主播